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长下长安 第三十三至三十四集,追你需要多久 今夏,你猜一下 路易如果追你,需要多久 孟卿一眼就看穿,他在撒谎 追我的话,应该很久吧 今夏胡乱说道 呵呵,孟卿轻笑 他追你,一个晚上就够了 我提醒你一句,他那样的男人 真不是你这种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姑娘 能招架得住 今夏比了一个打住的手势 姐,这个假设不成立 我不会喜欢他,他也不会追我 那就好 孟卿柔柔太阳穴 姐,你看起来很累,昨晚没休息好 今夏殷勤地给他倒了一杯水 喝点水,吃早餐了吗 我去给你买 不了,等会和老颜还要去烫医院 孟卿平静地说道 你哪里不舒服,要去医院 今夏关心地问道 没什么,就简单地体检 孟卿盯着今夏 记住姐姐的话,和那路易保持距离 姐,他人品很坏吗? 为什么要和他保持距离? 今夏不解地问道 他人品没问题 但是,他那种男人,你驾驭不了 而且,他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 懂了吗? 孟卿小声在他耳边嘀咕 生怕今夏没有听进去自己的话 谁说的,恋爱就非要结婚啊 难道我就不能玩玩吗? 今夏不在意地说道 他也可以做一个潇洒 游戏人间的大女人 结果孟卿一句话就将他打回原形 想都别想 小心你爸妈来上海打断你的腿 今夏扁扁嘴 不敢反驳 默默坐在自己的宫位 正在他努力消化姐姐给的忠告之计 路易悄无声息地站在他的身后 发什么呆? 今夏被点醒 多了几分慌乱 他忽然觉得姐姐的话很有道理 经过昨夜 他在见他无法淡定 而他满脸坦然 好似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生嫩得像一只童子鸡 完全玩不过面前这只大灰狼 我没有发呆 为了证明自己很淡定 他平和微笑 我在你面前站了三分钟 你都没发现 还说自己没发呆 路易送今夏回公司之后 回了一趟家 洗了一个澡 换了一身衣服 此刻站在今夏的身后 能清楚地闻到 他身上沐浴露的味道 在闻到味道的那一刻 今夏的心有几分焦躁 他低头 咬咬下嘴唇 选择了沉默 给你带了一份早餐 路易面无表情地将一个纸袋子放在他的面前 吃完好好工作 等等 今夏顺时清醒 拉开抽屉 拿出一瓶百事可乐 这是我去买零食附赠的 我不爱喝 给你了 路易憋不住笑意 百事可乐 挺好的 伸手接过 他送他早餐 他送他百事可乐 他们之间也算两清了吧 就当昨晚是两个寂寞男女的一场游戏吧 其实不用孟清姐提醒 今夏也明白 他们之间没有太多可能 他也不想做一只飞蛾 哪里有火 就往哪里扑 然后再落得一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今夏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学习 进步十分明显 一开始 路易给他的资料 全是计算机核心内容 他学的困难 但熟练之后 对操作系统有了心得 学习起来也没有那么费劲 路易嘴上说着不教 但时不时就给他发学习视频 让他下载了好几个高校的办公软件 他说话不留情面 今夏争着一口气 每天下了班回家 还学习到深夜 第二天再把遇到了问题 拿到公司问同事 要么就直接去找路易 路易 学习能力还挺强啊 你在公司两个月 还真学了不少 这年头工作难找 文科大部分专业 除了考编 剩下的就等着失业 我不努力就得喝西北风 今夏笑道 陆总 你说是吗 西北风不至于 路易淡淡一笑 不过有一点 既多不压身 多谢指教 今夏请教完问题 正要离开 路易叫住他 对了 你姐有没有和你说过 我们公司还有一位合伙人 我知道 他不是在出差吗 今夏不知 他为何提起这人 他明天上班 我安排你去做他的助理 不过 事情会多一些 比你坐在前台要辛苦不少 你先考虑一下 路易说道 没问题 不用考虑了 今夏一口应下 谢谢陆总 路易 谢我什么 今夏沉吟片刻 谢你 终于看到我的努力 努力的人 在哪里都会发光 路易说话变得温和起来 这倒是让今夏有几分不自在 不过经过路易的这一番安排 他心里有了不少底气 两人正说着话 老颜直接走进办公室 路易皱着眉头 很是嫌弃 进来不敲门 没礼貌 老颜满脸笑意 也不介意他的话 今夏 晚饭来家里吃饭啊 我和你姐姐 要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请她 不请我啊 路易美好气道 请 蓝轩正好出差回来 大家一起到我家聚聚 等会我提前回家做饭 下了班 你带上今夏一起去我家 老颜的笑意止 也止不住 看起来是真的有好消息要宣布 今夏被她的好心情感染 虽然她不善于表达 但是她的内心深处 对孟清姐姐一家 还是十分关心 下了班 今夏在停车场等路易 刚看到他人 他便把车钥匙扔给今夏 下午没喝咖啡 太困了 你来开车 今夏坐上驾驶位 他已经习惯开他的车 坐他的司机 好几次跟着他出去应酬 他陪着客户喝酒 他就负责开车 送他回家 路易大概是真的困 靠着车窗 闭上了眼睛 不过 今夏怀疑他是故意 这个时间点 正好是下班高峰期 交通很是拥堵 十分消耗人的耐心 今夏开得心烦意乱 索性播放音乐 让自己没那么烦躁 舒缓的音乐 让人放松了不少 他偏爱老歌 喜欢有韵味的歌词 反而连一个文也留不住 我也不想这么样反反复复 反正每个人最后都孤独 搁到深处 今夏忍不住 跟着悠扬的音乐哼了起来 路易转过身 直接关了音乐 骤然安静 今夏压抑地看向路易 吵到你睡觉了 我讨厌这首歌 他淡淡说道 很讨厌 今夏 歌词写得多好啊 是我没品味 路易也不想多说什么 反正每次听到这首歌 浑身就不自在 偏偏这首老歌 到现在还是很流行 时不时就能听到 那我不听了 你继续睡 今夏也明白 每个人内心都会有一段故事 尤其是路易这样的男人 毕竟他的年龄在那里 哪个老男人 还会是一张白纸呢 今夏耐着性子 花了一小时 才从公司开到姐姐家 今夏解开安全带下车 这要把车钥匙还给路易 就听到一阵打趣 哟 请司机了呀 还是女司机 路易十分谨慎地回道 别瞎说 她是孟清姐的表妹 表妹啊 表妹好 蓝轩笑着 朝今夏挥挥手 你的车技不错嘛 路易都敢把她的宝贝车子给你开 对方的语境十分暧昧 这让今夏很是局促 她尴尬地朝对方点点头 又对路易说道 我先上楼了 带今夏走后 蓝轩搂住路易的肩膀 女朋友 你上次不是让我给你安排一个助理吗 她就是你的新助理 很勤劳的小姑娘 你好好带她 路易吩咐道 我的新助理 不是让你给我安排一个男的吗 这么娇滴滴的小姑娘 我怎么好意思使欢 蓝轩无奈地翻了一个白眼 她平时出差已经很累 回公司就想轻松些 不管男女 员工都不是用来使欢的 路易纠正地说道 蓝轩嘖嘖嘖了几声 那你还让人家小姑娘替你开车 路易骤然被戳心事 不再搭理眼前人 自顾自往电梯走去